颱風度衰銳,殘餘環流襲擊京津企帶來北京史上有紀錄以來140年 最大的豪宇,很多YoutuberKOL就習慣習近平沒有去對災區慰問 其中的原因就說習近平和一眾的中共元老在北大河那裡度假 原來真實的原因不是這樣,因為自7月21日大陸也正遇上他們史上最強的醫療反覆颱風 而是席捲全國,各省已經有154個院長被查 而至8月來至少有10場醫藥行業會議宣布延期 而在8月31日上午幾乎所有相關的醫療群療被解散 而更糟糕的跟颱風度衰銳的走勢剛好相反 這場史上大陸最強的醫療反覆風暴是有機會打到來香港 而此刻的風暗可能就已經殺到中文大學 廉政公主正在調查中文大學一間醫學研究中心懷疑有人貪污 而這個中心的負責人就是中大校長段崇志的太太羅文雅 據了解她已經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 中大校長段崇志連續三次缺席會議 立法會都不是什麼洪水萬獸來的 即是沒可能相信一間大學連一間幼稚園都不如 在2019年我記得中文大學的段校長也都是請了應該有兩個星期的病假的 Hello大家好我是Stanis但你 在8月5日的立法會會議 由於中大校長段崇志已經連續三次沒有開會 所以當時的立法會議員包括管浩明和梁美芬就對段校長作出一些comment Stanis就聽得不清楚管浩明究竟說立法會是洪水萬獸 還是不是洪水萬獸 但是管浩明就說明說段崇志的中文大學是連香港的一間幼稚園都不如 而另外一位教徒梁美芬也都這樣翻舊帳 說段崇志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也都有兩個星期用新病的理由而不去立法會開會 原來中文大學的段校長之所以連續三次沒有到立法會開會 真正的原因根據昨天TVB的頭條新聞 正確的原因是由於段崇志的夫人羅文雅原來已經是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羅文雅是中大的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和疑科學系的訪問教授 也是廉政公署在昨天所調查的中文大學心血管基因組醫學中心的負責人 故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段校長之所以不能夠一直近期的立法會會議 其中一個可能真正的原因是太太不在 所以就沒有人幫他看醫生和給藥去吃 那麼段校長是有可能是患上和心血管又或者和基因有關的病 也都可能是不方便去找坊間的醫生幫他診證 所以就連續三次沒有去到立法會開會 避開那班洪水晚壽的立法會議員 那麼這個解釋不知道管浩明和梁美芬收不收貨 那麼至於段崇智究竟此刻在不在香港 Stanley想照計就應該仍然在香港 但是至於許太太羅文雅 應不應該回到香港 那麼Stanley就真的強烈Advise去 看看舊約聖經大衛的故事 當時的大衛就被他的對頭人素羅追殺 大衛就祈禱問上帝究竟應不應該離開香港 不是應該叫做基依拉 上帝就告訴他 如果他不走 廉政公署 不是應該是蘇羅才是真的 就一定會追上去 那故此 大衛就離開香港 又說錯話 應該是大衛就急急的離開基依拉才是真的 所謂走得快就好世界 留在基依拉或者在香港 無論是昔日的大衛 還是今日段崇智的太太羅文雅 就肯定是沒有運行 事關今時今日的香港 當涉及貪腐的問題 又或者國內外的捐款 都是很容易就會涉及洗黑錢 又或者外國勢力的事情 幾乎就是實告得入 再加上此刻的大陸正正是遇上 史上最強的醫療領域的反腐颱風 跟杜蘇銳不同 熱帶氣旋的颱風 甚至乎他的殘餘環流 最多是三五天 就會完結 但是這次的大陸醫療反腐風暴 就說會是最後一年這麼久 甚至有些拍馬屁的省份 說會用三年時間去攻堅 那就是說 在未來的一至三年 在大陸從事醫療相關的行業 就肯定是沒有運行 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看到那個Hidden Agenda 由於今次大陸所進行這一場的醫療領域反腐颱風 從今年的1月9日至7月25日 大陸就已經有154間醫院的院長被人調查 而暴入8月至少是有10場醫藥行業的會議宣布延期 而在8月3日一個上午所有相關的醫療群療就全部解散 表面上就看來以後大陸的醫院就應該再沒有那些醫療貪腐的事情發生了 但是其實在今次的醫療反腐的風暴是紛紛涉及三四八萬和醫療有關係的醫療人員在被調查當中究竟會牽出多少的人是和那些貪腐事件有關的 大家要記住在今次的醫療風暴裏面不是僅是收虧的人要被罰而行賄亦都是要被罰 大家試想心一塵這條數就是相當之耐忌 大陸看醫生特別是住院做手術那隻什麼都要付錢 那就是說對於給得起錢的病人以及他們給錢的家人就分分鐘都可以再成為被人割韭菜的一族 那條數就真是認真耐忌 那說回今次中文大學校長段崇志和她太太羅文雅 究竟這件事情和今次大陸醫療反腐風暴是有沒有瓜葛呢 那如果是一個不幸運是中港一家親 就是說這一次的大陸醫療反腐風暴是已經殺到香港中文大學 那Stanley就認為不單止連羅文雅不可以回到香港 連去的老公段崇志都要快點離開香港回到美國 此外Stanley亦都想advise在2019年你是中文大學的學生 那Stanley就認為如果你真的留在香港 你分分鐘就會被那些說自己不是洪水萬獸的議員 所說的當你那些中文大學的學生 連香港一間幼稚園的小朋友都不如 那結束這一條片都是那一句 如果在2019年你是香港中文大學裏面讀書的同學 那就真是認真要小心了 所謂走得快好世界走得摩就會舞避歌 好今集的馬大香港人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We support the right of Australians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views peacefully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ogly 谢谢观看